你如果说你拿铁锅来装骨头去火化也就算了 可是这个锅竟然还是共用的 现场就是一锅骨头进去 然后一锅骨灰出来 再自己装进骨灰盒里面 用完的锅你还要留给下一个人装 你不觉得这个很 嗨我是阿兴 最近我家发生一件事情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夸张的啦 就是呢因为城市发展 然后市中心划分的区域变大了 所以我老家祖坟那块地方 就从郊区变成了中心的地带 然后国家现在呢需要征收土地 所以就必须得把我太爷爷太奶奶挖出来 把土地控出来 那你家人有同意了吗 就不同意也得同意啊 就我家里人说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是国家要的 就算很忌讳跑祖坟那有没有选择 就必须得被自愿完成这件事情 只能完事之后打打爆竹 跟祖辈说明一下情况 那清坟大概就给四五天的时间 然后我爸爸阿姨带着爷爷奶奶选了一天去 就从早忙到晚 虽然我不在现场啊 但是听我爸说完那一天的经历 真的是一言难尽 有苦难言 一大清早去呢 就是家家户户 满山头的坟都在开挖 那挖坟是有专人用挖土机在挖 我们这些家属呢 就是需要去排队领锅 就是那种炒菜的铁锅 我当时听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要去领锅啊 结果我爸告诉我 因为要剪骨头啊 就是觉得很震惊 因为现在的人往生是需要火化嘛 但是二三十年前 我们老家都是用棺杖 就放在棺材里面 然后直接埋 所以现在挖出来就只剩下骨头了 那我们这些家属就需要用铁锅 去装骨头 再排队 当场火化 可是用铁锅装长辈不会很失礼吗 时间订得又很死 只给四五天 你看很多到北上广深 上班打工 也有可能在国外的 没办法赶回来的 甚至都没收到通知了 怎么办 对啊 就全部被推平当地级了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也觉得很 规定的很死 你知道吗 而且他事先没有任何通知 就是大家就不知道 到现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家人到了现场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发放铁锅 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关键是人很多 所以排了很久很久的队 我们才能拿到铁锅 那那个铁锅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拿不到 你就要自己去想办法 弄到一个可以装骨头 装骨灰的容器 我爸跟我说现场情况 我真的还蛮难理解的 你如果说你拿铁锅来装骨头 去火化也就算了 可是这个锅 竟然还是共用用 现场就是一锅骨头进去 然后一锅骨灰出来 在自己装进骨灰盒里面 用完的锅 你还要留给下一个人装 你不觉得这个很 他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对 而且真的很不尊重的感觉 他现场没有准备的很完善 也没有通知家属 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对 那我爸爸呢 也是排队被插了好几次队 才终于可以领到那个锅 结果上一个人 上一个用锅的人啊 说他没有带骨灰盒 只搭了一块布来包骨灰 但是要等到锅里面 刚烧完的骨灰冷却之后 再倒出来 这导致我爸爸最后等了很久 才能拿到这个锅子 你用了这个锅 还残留上一位的骨灰 那骨灰不都混在一起了 嗯 我感觉人都去世这么久了 最后尊严都没有 嗯 这种突然说来就来 让人毫无准备和沟通余地的做事风格 我觉得也 也是不意外 我在场的家里人也很难过 但是 还是三个字 没办法 因为现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离谱 就我问我爸 现场挖坟你害不害怕 他说 现场根本想不到那一块去 所有的人都在忙来忙去的 你感受不到恐惧 大家都是忙得焦头烂耳的 那其实我爸也是一个乐观派 他还跟我说 我们家长辈的头骨 还蛮清爽的 就比较干净 那有些人家的骨头呢 有的都发黑发臭 现场各种味道交汇在一起 还有的头发还在 那家里人还会帮忙整理头骨上面的头发 真的无法想象 想要都鸡皮疙瘩 对 其实我听他这样说 我蛮难过的 我就问 我就问他说 现场大家是不是都哭得很伤心啊 因为毕竟要把自己家人挖出来嘛 那他说 其实现场气氛 真的哭不太出来 因为真的很紧急 大家都在忙自己手上的事情 很混乱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根本就想不到那么多 他跟我说 你不亲眼看 真的是很难想象 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我听他这么说 我也觉得 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那个场景 我太爷爷在土里面躺了36年 天都不知道会以这样的形式出来见子 那最后呢 就是火化完 把骨灰放在了政府新建的灵堂里面 他们就结束了 这个手忙脚乱的一天 听说之后还会再签一次灵堂 我觉得蛮折腾的 这真的很折腾 都来回搞 这个风格 我真的说很熟悉的风格 但这种一定会有抚恤金吧 之前说赔偿多少 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很多 其实真的没有很多 这个就是真的象征性给一点 很少啦 那块山头大概是四五百亩地吧 他们说是赔偿两万元人民币一亩地 那么多户人家 最后分到我们家手里肯定是几乎没有多少钱 两万块一亩地 等一下两万块我查一下 六百六十多平方米 很大 这样才那么多户人 一抹地才两万块钱 对 而且我们家肯定就那么一小块地啊 又不可能说有很大一片地 台湾这边如果要征私人土地啊 像这种千分 嗯 一定会提前一段时间就公告 编号测量等等 然后跟民众谈 你一定方案最后确认 是有一个很长的周期的 就不会像这样子 虽然最后可能因为风水 传统观念 还有一些谈得不到很理想的条件 一定还是会有很多人不满意 但起码会有准备的时间啊 还有你谈条件以及考虑的时间 也能有心理准备 可是中国大陆的处理方式 真的还是差别太大了 我觉得这就是私有制 跟基本私人财产的保障 不但土地私有制啦 也有生活选择的主导权吧 嗯 这也是我在台湾生活 觉得很自在的一部分了 不知道在台湾大家 有没有过自己家里的房子拆迁 或者是迁募的经历呢 其实我还蛮好奇 这边是怎么处理的 就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咯 那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影片中有说到我们用YouTube收益做爱心的部分 其实去年11月份我们已经捐给家福基金会了 那也有po在我们的YouTube社群贴文里面 当时觉得没有必要再拍一部影片来说明 但是发现看社群的观众还是占极少数的 所以我们就稍微停一下 担心大部分人没有看到会奇怪 诶怎么没有后续这样 那马上要过年啦 最近在整理东西 而且刚好有些案子要做 所以最近更新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规律 那请观众朋友多多见谅啦 之后我们也会尽可能尽量规律的发布影片的 那谢谢大家观看到这里咯 祝大家每天都是心动日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 这我问我爸现场挖矿 挖矿 不是